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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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半夜的旅长还派两个大头兵看着五奶奶呢 五奶奶 五奶奶 是我 你四姐 五奶奶 幸亏你还没睡呢 旅长在我屋呢 叫你过去一起说话 听我的 黑灯下火的旅长在里头吗 屋里有人等你 你要是想见他你就进去 要是不想见就拉倒 我可是一直劝他让他赶紧走的 他不听我的 你要是懂事啊 你也别留他在府上 他要在这儿非把小命丢了不可 哦 对了 他手上有刀 你小心点 别让他伤着你 哦 你说的是谁呀 还跟我装 你进去就知道了 我可真是活菩萨 天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这是干什么 在宁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你都是骗我的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你怎么还上了别人的孩子 你什么时候想过要逃出去 你说话 你说话 天赐 把刀放下 我慢慢解释给你天 不 我杀了你 屋长 这有半天你磨蹭什么呢你 人家都睡一下了 还不得重新穿衣服 屋长 不是说好了去我那儿吗 怎么又上这儿来了 嗯 这两天在这儿睡得没 还得接着睡 讨厌 屋长 要不今儿你也让我歇息 你都把我累坏了 那也不能让你歇着 那也不能让你歇着 徐凤芝 你害死了我的爹娘 是 我害死了柳校长 和刘大婶 天赐 你杀了我 我真是个毁蛋 怎么能是你害死的我爹娘呢 是赵颜庚 天赐 你干吗去 我刚才听见他说了 他就住在书房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给我父母报仇 你记得了书房吗 那有两道岗呢 你别骗我 我早就讨路了 白天是白天 晚上是晚上 等你还没到那儿 就被他们给逼了 你以为这算有本事 能摸到这儿来 你也没站港地发现 死在他说得对 赶快把刀给扔了 从大门出去跑吧 那你呢 我 我早晚能找着机会 跑出去 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会找着机会的 天赐 你现在就跟我走 谁要是敢拦你 我就杀了他 你别杀了天赐 拿着一把破刀 给打开枪屏 你傻呀 父母 天赐 我以为 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也舍不得你走 但是天赐 你看 今天要不是我爹 我们两个人都得完蛋 那个张继安 还有那个大奶奶 他们坏着呢 我以为今天保长和我爹来认定 肯定是那个大奶奶安排的 鞭子 快走吧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被他们给弄死 凤儿 可是我不能把你带走 我也不能杀了仇人报仇 我一个人走 我还有什么意思 你信我 早晚 我们俩能够在外面团聚 我们俩能做夫妻 我们俩能做夫妻 先生 这么晚了您要出去 睡不着 出去转着 我上有规定 说您要出去的话 要想回来就得第二天早上了 我跟老太太打过招呼了 怎么 不行 行行行 谁不行您还不行呢 您请 赵先生 先生 您是想出去乐呵乐呵的 是 您是外地人 这肯定不熟 不熟 我告诉你啊 穿过这条街往右回 看懂框当楼的地方就是了 谢谢 我给你 刘天赐 我徐凤之对天发誓 就算我真的逃不出去 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五娘 五娘 马神仙来了 马神仙来了 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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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五娘 这么高兴啊 五娘 快去看 咱们家大神仙来了 大神仙 对呀 咱们家的宝家大神仙 马神仙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五娘天尊 旅长放心吧 您不请我 我也要来 前几日就觉得心里闹得慌 掐着一算是旅长这里有事 我就知道你能掐出来 所以才接你过来 五娘受服 老太太 一向可好啊 好 好 最近咱们家喜事不断 琴儿个才神哪 本来有雪光之灾 还跑出一个贵人 把我给救下了 五娘天尊 贫道都知道了 对对对 你会算 快快 把赵先生请来 让赵先生也见见神仙 是 神仙 神仙来了 五娘天尊 四奶奶一向可好啊 好 好着呢 五娘 五娘你看 她就是咱家大神仙 老太太 大小姐领进来的这位 就是新进门的五奶奶吧 五 赵元庚娶她 赵元庚娶她 不还是你给算的吗 不错 不错 五奶奶 我听说您已经怀上了 五奶奶 五奶奶奶 上次大婚之时 您盖着红盖头 今日算是初次谋面 贫道 这香 有礼了 赵先生 老太太 都好了 赵先生 怎么了 看大门的说 昨天夜里赵先生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老太太 赵先生是外地人 他人生地不熟的 您说 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快告诉旅长 让他派人去找 等一等 让我算一算 老太太 不用找了 您刚才说的那位赵先生 他是过路神仙 他也是神仙 对 要不然 他怎么能救您呢 不过 他这位过路神仙 道行一般 知道我今天要来 所以顿去了 顿去了 神仙 什么是顿去了 就是走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回不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神仙 大奶奶领会的对 老太太 还是赶紧让旅长 派人去找找吧 不用找了 神仙 那可是个好人呢 无量天尊 缘分尽了 阿弥陀佛 好人呢 就是缘分有点太短了 娘 既然神仙都说缘分尽了 赵先生也都走了 那就随缘吧 有点可惜 兴许还会再有机缘 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可就不好说了 是吗 什么动静这么乱呢 无量天尊 老太太 我在山上梦到了旅长 觉得咱们家好像有些事 让他们搭了个法台 我得给咱们家 好好的看看 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不过好事中也有坏事 又兴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神仙有令 神仙做法四个时辰 期间不得打扰 要四个时辰 那就不打扰神仙了 娘 元庚今天要请客 中午不在家吃饭 他还说 要带老四和老五一起出去 知道了 车还没来呢 昨天晚上谢谢你 谢我啥呀 我又不是为了你 不过 你也挺可怜的 那个姓柳的后生长相斯文 对你又好 为了你连小命都不要 可惜了 还得谢谢你 我是为了姓柳的后生 再说了 做好人积德 头一回坐汽车吧 我最爱坐汽车了 颠颠的多舒服 给你一百酒呢 你不坐谁敢坐 几个六 坐 四奶奶 五奶奶到 来坐 来 坐 坐 来呀 大碗的给我上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赵旅长阁下 尊敬的四奶奶 五奶奶 尊敬的各位长官 各位同仁 兄弟是个外乡人 多年来一直跟在旅长身边 未见功勋 却一直承蒙旅长后爱 实在是惭愧 惭愧 这次调任西安 也是为了方便照顾老母 是受旅长大力推荐才得成行 现在旅长又 请出四奶奶 五奶奶 还有各位长官 各位同仁为兄弟践行 兄弟实在是 任何言语都表达不出 兄弟的感激之情 旅长 请受兄弟一拜 请了 这又不是土匪窝窝 你别说这小子是有才 你看说那些话 我编都编不出来 我记着 西安陆金学堂毕业的 对 兄弟是第一期 取才了 跟着我是真取才了 到了大帅的身边 好好干 以后旅长有任何用得着兄弟的地方 尽管吩咐 兄弟一定赴汤蹈火 万死不死 这话我爱听 以后你到了大帅的跟前 兄弟我就靠你美颜了 庄旅长 可不可 行了 废话不说了 来 除了五奶奶 把酒都给我干了 旅长 天上就出了老五啊 我不是女人哪 他肚子里有我的儿子 你有吗 今天带你出来 喂的就是让弟兄们 看看你的酒量 不给脸 老五 陪着 是 乔旅长说的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呗 干 哎呀 痛快 好酒 跑完 老四 老五 饼 老四 坐走 走 走好 弟兄们 过来 走 走走走走走走 想什么呢 什么也别想了 老天爷让咱们做一回女人 得乐一天就乐一天吧 乐一天哪 少一天 小声点 让别人听见不好 对对对 我今天喝多了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多的酒 福儿 你就老老实实地在这个家待着吧 你想 你也跑不出去 你看你连睡觉旅长都派两个兵 扛着枪砍着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还别不爱听 你在这个家呀 有前途 往后 我是不跟你争了 不明白什么意思 过两天 你就都明白了 弟兄们 喝美了没有 喝美了 巧医副 今天都是为了你 你怎么能坐这儿呢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坐 喝好了没有 兄弟 好好好 谢谢旅长 反正老子是喝好了 喝好了 就得玩好 看到没有 三个断头把 每个人五发子弹 打中了 少 打不中 放 发什么呀 大哥 放 江医生 江医生 你说 发什么 发拿大鸡 听得没有 打不中 拿大鸡 好 上死他 兄弟 我听说你枪法不错 你下来 行 那兄弟就不谦让了 乔一波 喝多了吧 对不起 旅长 兄弟确实是多喝了两杯 还有三发子弹 再有一发跑马 拿大鸡 那 那那那 那是 那是 你容兄弟缓缓缓 缓缓缓 缓缓缓 没关系 没关系 三儿 去给倒杯茶来 让草原厨清醒茶 给我拿碗茶来 老乔 来 喝杯茶 谢谢四奶奶 放心吧 绝不会让赵旅长失望的 来 好 好 旅长 现丑了 好 来 下一个 旅长 你不来谁敢来呀 来 谁敢来呀 好 我来 小湘 去帮我上子单 我哪会你们的玩意儿啊 教你啊 卫官 教他上弹 是 好 我给旅长上子弹 准宝啊 一打一个准 秋香啊 只给我上四发弹 好 我也上了五发 咱们做大哥啊 四发 旅长 好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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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长是真英雄 是 是 旅长 好了 好 兄弟 看看哥哥的 你也看好喽 好 好 走 今天痛快 做好了 好 局长 您是真英雄啊 雷德 抢走火了 雷德 救人 是吗 对了 旅长今天喝了酒 旅长八成今天是太高兴了 酒喝的太多了 阿弥陀佛 这枪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爱走火 天哪 天哪 昨儿你表哥说带两个祸还出去喝酒 我就直担心 你看看 真出事了 嫂子 我担心那是另一回事 你担心什么 嫂子 你可得救我呀 那天为了认柳天次 我不是丢人现眼的被耍了吗 老太太生气了 我表哥当天晚上 就让那个萧瑟找我 我刚到书房门口 表哥就在里边骂我 都没让我进门 我怕今天是乔营妇改天该轮到我了 嫂子 你得救我呀 傻子 你的事和乔营妇的事那是两回事 她什么事啊 你就甭打听了 再说了 那个诏所是不是柳天次 这回有着我们说了算了 她走了 昨天晚上走了 跟谁都没打招呼 走了 我明白了 她是怕陷了原形 被我给吓跑了 就是啊 下次你表哥要是问起来 你就做书 你醒了 是哪儿 旅长到公室 小刘路 我有急事 我要回府上 旅长有命令 让你们在这儿等着她 放肆 你敢拦着我 对不起子奶奶 旅长有命令 不许出屋 歇会儿来 先坐下 老乔 他死了 死了 我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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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 邃射险 他avour 我走不了 他们床 都不得了 那找过了 那块地方给他埋的得了 这才是你谁去啊 雨昌 兄弟 雨昌王 就你了 走 走 把五奶奶和四奶奶给我请出来 跟我回家 凤凰 凤凰 昨儿我算对你也有恩对吧 我心里有数 万一我有难 咱们一报还一报 你可得救我 凤凰我求你了 十辰已到 恭请神仙下坛 无量天尊 旅长 清楚了 我都看清楚了 有两颗星降入贵呆 府上有两位奶奶有喜了 两个 两个 不能吧 老五怀上了我们知道 那他 他们几个 老太太 不急 不急 让我看一看 另一颗星的方位 这个方向 是哪位奶奶的院子呀 老四 旅长 四奶奶也身怀有孕了 神仙 神仙 看错了吧 四奶奶 大家 都叫我神仙 要是我看错了 以后 还敢来咱们府上吗 旅长 找个大夫看一下吧 频道 还看到了许多东西 若四奶奶果然身怀有孕 频道 再说也不迟 来 快去请个大夫来 老四要是真的怀上了 那也不能怠慢了 是啊 老四 老四 您大喜了 赵旅长 您大喜了 四奶奶 是喜吗 看你 好清楚了 好清楚了 娘 喜事啊 老四老五都怀上了 咱们家人丁兴旺了 老四 你看 怎么不早说呢 我一直不知道 老太太 既然我们把大夫请来了 要不然给五奶奶也 娘 娘 给您倒洗了 四姐 大喜啊 马神医刚才说什么来着 神仙说 如果老四真的怀上了 还有话要说 对 是这么说的 神仙 你果然是神仙啊 老四真的怀上了 老太太 四奶奶是怀上了 可是贫道 不能向您倒洗啊 为什么 贫道 为保咱们赵家的百年昌生 今日只能道破天机了 神仙快说 什么天机 降到咱们家的那两颗星 是一正一邪 一主急 一主煞 那颗煞性 本是妖孽 不能让他脱胎成人呢 请老太太 赵旅长 早做打算 神仙 你说的是 他肚子里怀的是妖孽 正是 行了 直说 怎么能镇住那个妖孽啊 贫道自有办法 那就听神仙的 不能让妖孽作乱 祸害了咱们家 贫道遵命 青玛丹 青玛丹 你说 是谁让你来害我的 你娘肚子里才是妖孽 住手 怎敢对神仙如此无礼 来人哪 把嘴给他堵上 老太太 霓裳 霓裳 你不能给咱们胡说八道 你们不干 霓裳 霓裳 你不能给青青玛的 胡说八道不夸秋香啊 你们不干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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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